怎么了 听着你们俩有什么事啊 我这还没搞定男人呢 他就着急把我赶刷SG了 我 韩大辣妹 什么时候被人拒绝过 再说了 微博五十万粉丝 上赶的来给你救场 就这么给你涮了 你这么潇洒的主 能在我们公司做兼职吗 你做得住吗 能 而且我今天都跟你说了 刷掉的又不止你一个 二十个人呢 我这是吃人俸禄 替人谋事 你也体谅体谅我嘛 对对对 我在意的是这个破奸职吗 我在意的是你的态度 你按着签了独家协议 就必须配合公司 每天日常更新为活 你做得到吗 我还不了解你啊 而且我看你那个 声东击西的美人气 好像也不太管用 再继续这样下去 也只是被她利用而已 你们说的是谁啊 说 你是不是对她动了心思了 话可不能乱说啊 我可是名怀有主的人啊 再说了 我第一次见她 我就得罪她了 我到现在看见她呀 我还有一种 条件反射的打触呢 谁知道你那儿是不是内心悸动呢 不是 这人是谁啊 这么可怕 嗯 那可不 而且啊 我仔细观察过她的场景 你们看她长得像不像那种 表面上斯文和珊 但是背地里啊 心狠手辣 青面獠牙的 大灰狼 我看这大灰狼对你还挺特别的 哼 要是不特别 我也不用在这里挨什么叹气 谁知道你那儿是不是求而不得呢 你再这么说我真生气了 好了好了 别闹 说等等 不是 你们到底说的是谁啊 我这听了我都听不明白 夏颜言的领导 那个姓许的 结业派对还是要参加一下的 喜开 你都把我涮了 我还去干嘛丢人现眼 这种时候 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的派对女人呢 而且啊 我还听说 那个许总这一次会胜壮主意 是吗 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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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行行烦死了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你在SG的第一仗 恭喜你 喜开得胜 干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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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